近日 浙江里水青田县举办 《非移过大年2020年浙江桥乡中国年》 活动 喜迎新春佳节的到来 今年的《桥乡中国年》 以《非移过大年》为主题 来自全省各地的青田石雕 龙泉青瓷 义乌红塘 无疑大气修饰等 三十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吸引了海带外世界各地的游客 一千多人 与当地村民共度农历新年 亲历中国春节的美好时光 活动期间还将举办 乡村民俗运动会 国际村晚 猜灯米等活动 本次《桥乡中国年》系列活动 将持续到元宵节 很有趣 世界上的东西 我们有了新年 31月1月1月1日 但它是很有趣 在中国是稍后 因为沙江桥乡中国年 自2017年至今 已经累计邀请一千多名国际友人 回桥乡过大年 活动也成为了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全市 沙江桥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